前面的部分是用錄製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不是用錄製的 自己寫 這個是自己寫的 那這個地方怎麼樣自己寫 一樣可以從Visual Basic裡面進到裡面 一樣 增加一個模組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門號的按鈕 是我們自己寫的 那要怎麼寫 這個我想 下一次上課再講 清除也可以自己寫 這個部分的話呢 如何自己賺寫我們需要的VPA程式 但程式不多 我主要是要了解幾個重點 就是說你要怎麼去控制 儲存格裡面要放什麼樣的公式 在那個儲存格裡面 那方法怎麼 另外還有說 假如你不希望 做的是按鈕 而是希望怎麼插入函數的時候 可以在這個函數裡面呢 出現一個我們自己定義出來的類別 比如說這個是使用者定義好了 那我希望可以自己產生一個 叫手機的函數 這個就是所謂的制定函數 可能裡面本來內建的沒有 那你可以自己把它變出來 那這個函數是針對你工作需要 而創出來的 這個也是VPA的一種形式 你可以用VPA來寫 那它有好處是什麼 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可以自動怎麼樣 給需要的 相關的參數 三個問題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呢 結果就做出來了 OK 所以基本上 它不需要做任何訓練 它只要看得懂 去哪邊抓資料 給資料就好了 好 甚至還可以做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說 資料函數還可以用範圍 因為這邊有三個你要選三次 還有同學說 老師可不可以不要選三次 按確定之後呢 只要刷一下就好了 一次給三個 然後按確定 下下填滿 結果也OK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資料函數 那資料函數讓你可以 來源 如果是連續的 你可以改成叫範圍 一次給一個 所以你 比如說你同時好幾個欄位 一刷自動把結果 通通放到前面 你幫你 組成你道的一個格式出來 那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基本上 其實還是從什麼 這個地方進來 裡面的話 剛剛寫的 如果按鈕就是Sub 如果我制定函數就是Function 那你可以從 插入程序裡面去加 那這個部分 程式不多 可是你要知道 怎麼做 所以我們後面按部就班 讓各位去了解 那今天因為 時間的關係 還有就是 第一次上課 那我們大概先把文字 相關函數先講解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可能就是 兩週之後 所以回去的話 可以先 把一些 題目練習一下 畫面再幫給各位一下 那另外 請各位 第一個 也許你對雲端的 我熟悉同學 可以看這個機會 必須有時間 多多使用雲端 相關的那個技術 那因為我上課習慣Google的 所以如果你是用 Apple的 我想也差不多啦 那基本上就是雲端 所以我們大部分資料 都會放雲端 然後 然後 今天錄影呢 也會 如果你有留妹 我也會寄給各位 那回去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 以後呢 上課反正就 專心聽講 有一些可能 比較不熟的 反正你就是 再記一下 回去記得 再花時間 練習就OK了 那 這樣的上課模式 應該OK啦 我還歡迎 你如果 之後有什麼樣的 問題 可能相關的 你也可以自己 把 就是 工作裡面 遇到的問題 也許 實在卡關 沒關係啦 反正呢 你可以帶來 我們可以再討論 OK 可以點一下 馬上就通了 好 就算了 就算了 了 就算了 就算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